大家好,我是Stan YanaNews报道了一则标题为 全球热潮BiggiBiggi 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一句 会去台湾吗?的新闻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漫不经心地整理着头发 突然站起来跳舞的这三人 是被誉为拉拉队界终极王者的美国橄榄球队 达拉斯牛仔拉拉队员们 他们是在模仿最近在SNS上掀起热潮的BiggiBiggi舞蹈 英国的一位模特 甚至上周在首尔巡演的美国知名歌手 Olivia Rodrigo也上传了完美模仿这一舞蹈的影片 两年前开始 韩国职棒奇亚古拉拉队 在对手三阵出局的时候跳的舞蹈 最近因为拉拉队员已就用补装后跳舞的直拍而爆红 随着海外知名网红们纷纷模仿 这股热潮迅速卷新了全球 而以三阵舞获得超过人气的奇亚拉拉队员已就用 目前IG追踪已破了百万 这次季去年三月到台湾职棒乐天桃源队 拍摄了12支广告并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前辈拉拉队员 以及转折富邦韩将的拉拉队员已压仰之后的第三个破百万记录 据了解 以俊勇也收到了台湾职棒的破格条件的邀约 随着韩国棒球季赛即将结束 以俊勇接下来的东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引起了韩国球迷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能去的时候就去吧 机会不是常常有的 去台湾吧 台湾把拉拉队员当成明信一样看待 待遇也好 赚多一点钱回韩国 谁会知道拉拉队员的脸呢 还在说什么改善待遇 免得被台湾抢走之类的话 不管去不去 估计没几个人会知道了 不过当然还是得根据他们的工作强度 给予相应的报酬才对了 我是以俊勇的粉丝 真的希望他能去台湾 因为那里会给他更好的待遇和喜爱 他留在这里也不能得到应有的待遇 拉拉队在台湾才是主流啊 我去了富邦寒匠的商店 发现超过一半的周边商品 都是拉拉队的周边 打棒球打得好 我就去日本美国 成为人气拉拉队员就去台湾了 所以大家会不会跳三振 哦不是 坐等你觉得来台湾发展 ?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欢迎订阅 比如说 什么 没有 嗯 aument 我 呢 没有